咖飘汁 2012年开始 我从业咖啡到2022年的今天 所以说这也是我从业咖啡的第10个年头了 而今年我竟然意外的成立了一个咖啡品牌 这一线要从过去的4个月里边说起 从6月份到现在 我们联系了国内的一些咖啡的烘焙品牌 做了三次的咖啡团购 两次的咖啡联名 一共卖出去了大约2804份咖啡 每次的团购我们都尽力的组织 粉丝们以及品牌方 努力的做好他们之间的一些连接 这件事情也让我逐渐意识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让我的观众 和我们建立起来连接的一个方式 因为在过去我们做频道的这4年里 我除了看到你们留言弹幕互动 或者一些咖啡类的问题 我几乎不怎么知道 我频道里边的观众你们来自哪里 但是通过前面的几次联名的咖啡 我看到发出去快递的一个个地址 有的在学校 有的在某个小区域 有的在我自己曾经多年生活过的同一个区域 甚至还有一些就在我们工作室附近 我都恨不得这一单直接骑个车送过去得了 还能省一个快递费 我就觉得很神奇 这好像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把我的观众和我一下子连接了起来 于是乎我脑海里边就开始犹豫或者是矛盾 我要不要做一个咖啡品牌 因为在之前我计划的一个道路里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咖啡品牌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更享受做咖啡类的内容 但是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 晚上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改变了我这个想法 也是这么一个转变 这款牛了个牛拼配 今天才能够跟大家见面 先说一下这个拼配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 自己品牌的咖啡 所以说我想做一款酸甜苦相对平衡的口感 而且要干净来满足大部分喝咖啡的小伙伴 不管是深烘的或者是浅烘 要想达到干净平衡的口感 其实并不容易 为了达到这种口感 我们从生豆以及烘焙机的选择上 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也在上海家定租了这么大一个厂房 又花了不少钱 买了台意大利的热风烘焙机 这是烘焙机刚装好的那一天 我特意拍了视频当做纪念 它烘出来的咖啡味道极其的干净 没有任何的烟熏感 另外全自动的程序也能保证 每一批咖啡豆子烘出来它的一个稳定性 生豆我选了哥伦比亚 威迪玛拉 中深度的烘焙 意识的萃取比例1比1.5到1.8 美式喝起来 酸甜层次感非常愉悦 做拿铁坚果可可香香甜甜 可以说它是非常全能的一个品配了 另外因为它是拼配豆 在最初我是不太建议做成低绿或者是手冲的 但是经过我多次尝试了之后 它竟然意外的干净 带着很舒服的这种酸甜感 所以真想尝试用低绿或者手冲的 也可以试试看 这支拼配就好像是一个全能的学生一样 它在酸甜苦之间平衡的非常巧妙 我为什么不在包装上边打印咖啡的风味 因为咖啡的风味以及香气它非常非常的主观 而且它不是很具象化 它需要有专业的品鉴能力以及设备才能捕捉识别到 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到任何的风味描述 就比如某些花水果这些陌生的风味或者是香气等等 但是一些具象化的坚果风味 焦糖以及酸甜苦醇厚感 我们会给到蛋糕 因为我们不想把过多的抽象性的信息强加给你 反而会让你产生压力感 比如说我做了一杯咖啡 你完全喝不到 你反而会怀疑自己的味觉是不是有问题 我更希望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放松的愉悦的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包装设计 我给这只牛起了一个名字叫MOMO牛 也是这个品牌的名字 MOMO 是我找的一个插画师小姐姐花了1500块钱画的 在画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多余的沟通 我只给她说我要画一只牛 然后我把这个牛的特点发给了她 几天之后她就画出了几个版本发给了我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多的版本中 我选了这一只作为我们这个品牌插画的logo 那我跟这个插画师小姐说 等我们的品牌的第一款咖啡做出来之后 一定要先发给她喝喝看 那之后我也会把这种插画作为延伸 做一些别的有意思的产品或者是内容 那这就是关于咖啡包装设计上的一些小故事 当然我还是希望把咖啡本身的味道品质的稳定性 做到一个高水准的要求 那另外关于包装规格的大小 那我知道不少小伙伴喝咖啡非常慢 所以说呢即使它是拼配的咖啡 我们也决定用150克包装的大小规格来改善 如果大包装拆封太久了之后 那味道损耗过大的问题 最后关于定价 那我们单包的价格是56块钱 那第二包半价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一次性买两包 还有我们考虑到如果你们是一些咖啡店 你们想要用这款拼配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500克的大包装 如果有大批量采购的咖啡店 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Cover for Coffee的计划 我们会实地来到你们的咖啡店来拍摄宣传探店 希望呢能做一些宣传和引流 同时呢也可以指导你们门店的菜单的开发 或者是培训来帮助你们的生意 建立一个更好的链接 那最后希望我们的第一只产品能够让大家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包装发货了 对了忘了忘了忘了 这个我们的slogan不能忘记说Coffee'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可能有的小伙伴一直在好奇 我为什么一直拿着剪刀在剪这个箱子 最重要是第一次做电商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说呢有的箱子买大了 有的箱子买小了 像这种买了大的箱子 我就把四个角只能这个剪开 剪开了之后呢这个折一下 这样发货了 所以说收到快递的小伙伴 如果你们要去看了这个有的箱子大了 有的箱子小了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好不好 这个以后我们慢慢改进